血红色的湖水看似美得令人窒息 但它其实是逐步走向死亡的象征 位于伊朗的乌尔米亚湖 也是全球第二大咸水湖 但过去的14年里 不仅面积减少了70% 湖水也从蓝绿色变成血红色 根据科学家解释 这是因为干旱天气 湖水变得较咸 因此藻类及细菌变得更加明显 令湖水颜色改变 街道几乎被染成红色 民众拿起番茄就互相投掷 这场被认为是世界最大规模的番茄大战 31号在西班牙小镇布尼奥尔登场 为11小时的番茄厮杀 今年吸引了大约22000人参与 动用了160吨的番茄 在水里面打扫收拾还有吃苹果 你办得到吗 名为Hollosin的装置艺术 出自美国艺术家拉尔斯的概念 行为艺术家在注满水的巨型水箱内 进行日常活动 为的就是要唤醒人们对海平面上升 冰川融化 洪水加剧或者是炎热干旱下 世界所面临的种种灾害